欢迎回来《102观星总部》 不知道大家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像我一样 没胃口、很淡淡 当然不是说看到我的样子 不如如果真的的话也有办法 我们介绍两款的咖啡 一杯辣得酸微微 而另外一杯凉浸浸得足够新鲜 一定很省慧 韩国人很喜欢吃泡泡 不知道泡泡可以配哪种咖啡 就一定要问杰师傅 我以后出去喝酒的时候 就不用只吃薯片、花生,那么沉悶 很醉 杰师傅,我看到你眼前摆放的 教育美味的材料 全是酸和辣 我感觉已经很有刺激 tour至cido 看看你喜欢多酸 首先你可以 add起咖啡 再加少许煙 不比较多 加少許鹽 這是甚麼 這是蜜蜜汁 這是大約3至4盎司 最重要要給很濃烈的… 喝起來很濃烈的效果 很濃烈的效果 好,最重要的 這是我自己煮的辣椒蘇珠 我會加大約兩盎司 我會再加大約一盎司的行酒 我習慣了,出汁之前也會嘗一嘗 好 看來已經覺得好喝了 這是用力的嗎 是,這是用力的 我看到這個瓶 其實這盎司很喜歡用來喝湯 用來喝的,所以讓它收回來 傑師傅,你也很講究 對於不同酒精的器皿 對,其實會影響到 你喝的時候的感覺 例如很濃烈的飲品 即是很濃烈的飲品 你用玻璃杯,很濃烈的 可能是酒杯,其實不太好 所以為何紅酒一定要用紅酒杯 威士忌一定要用一些 喝酒或不同的酒杯 去唱不同的飲品 其實很重要 這就是… 這是泡泡酒的飲品 傑師傅 看起來已經覺得很辣 有否不太辣或不辣 有,下一杯教你做的 是一杯比較清潔的沙冰飲品 好的 剛才那杯我覺得辣 對… 現在要做一個解辣的 對,這是清新沙冰 清新沙冰,對… 會有檸檬汁 還有一種辣椒的蘋果汁 清新沙冰 清新沙冰 最重要的是這款辣 就是我自己浸泡的清新沙冰 你知道甚麼 韓國喝酒 對,我們也是用銀沙冰 首先我們會用大概一盎司的檸檬 是 然後我們會加清新沙冰 大概你加一半,我加一半 然後我們會先加蘋果汁 蘋果汁,我們加三盎司 這是副角 這是配角 主角,是Elder Fire和Q Elder Fire和Q 我們會用兩盎司的 現在是主角 主角 對,主角是… 青瓜的蔬菜… 好,那就是三盎司 三盎司 對,三盎司 然後呢 然後我們還是要分開一下 然後放進攪拌機裡 那就是一張 也要加冰 好,那現在我們把它放進攪拌機裡 好,那我們呢 加進去,因為兩大盒 最重要是打到碎了 好,好像這樣,打到碎了 最重要是做一個動作 就是… 把它放進去,像剪刀 先攪拌一下 看看有多碎 這樣… 我可以做的 拿純粹的一撮 好 好像一座山 這樣就高一點不怕… 我剛剛切了一些殘滑的東西 我可以做的 可以了 也可以 鶴蠟雞群 厲害 我喜歡 我先要做的 你先謝謝你 但我覺得你做這個螻蟻 做得太好了 我想問你 可以把這個 坦臣,劇棧 就是帳蟹做啤酒吧 甚麼 謝謝… 連傑師傅也被我這麼有創意的 象蟹咖啡嚇到 如果你試過了,又成功的話 就記得告訴我,請我喝一杯 好,先看看娛樂消息 早前連詩雅網上瘋傳 有疑似她的色情照片 不過她這次認了 但這麼大膽的行為 都是因為新戲而已 這一天,連詩雅聯同 馬來西亞演員朱駿成 齊齊出席新戲的首映禮 這次新戲取自漫畫故事 更加因為題材暴力 意識大膽而成為三級 問到早前有報導指 她因為節拍這次電影 而跟男友吵架 Shiga當然要親自解話 這些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相信在我身邊的所有人 如果真的諒解我的話 都會知道我在做甚麼 也知道我拍電影 其實都是一個角色 因為奧章也有畫 因為這件事 可能已經令你們鬧大膠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 其實我只可以說 報導很多時 都會將一件小的事 可能變得好像很大件事 但首先也不是報導所說的 這樣 第二就是我現時 現在來說 可能無論是工作上 或者是私下的生活 我都是覺得很開心 而馬來西亞演員 朱俊成就說 為了新戲 獻出了很多第一次 除了第一次來香港 第一次去台灣拍戲 還是第一次跟連仙雅合作 在過程中 她表現得非常害羞 因為她當成Siga是女神 她跟她合作真的很舒服 然後她很友善 以前看她第一部戲的時候 她是在那部《喜愛夜店》 然後就聽到那首歌 《主題曲》 有幾首歌是她唱的 就覺得她又演得又唱得 真是很有才華 然後就當她是我自己的女神 這日中書馬去到電台 接受訪問宣傳新碟 這次新碟的歌曲是由她親自創作 她亦表示對作品感都很滿意 除了在音樂上盡力做到最好 以懷球做主題的包裝也很有心思 Sherman還說 原來打開這張唱片還有驚喜 大家沒有留意到 超級合作 其實是… 是卡 這是卡 是否這次全門是懷舊的歌曲 對,就是用80年代90頭的元素 為何會有這個意念 其實源於音樂 因為這兩年我很喜歡聽 80年代90頭的很Retro的音樂 香港我會不斷聽林憶蓮、葉善文 所以很棒他們當時的歌曲 所以我希望今年自己做一首 就是那個年代時的別的歌曲 因為我覺得沒有出現很久了 應該挺有趣的 而在今天,黃依文也來到電台 宣傳手錶品牌 他說近兩、三年都專注在打理品牌 工作相當忙 那老公陳國坤有否投訴 我們也有多機會相處 但其實他也看到我做了生意後的變化 我以為你真的比以前多了壓力 以及你會跟我做的事 已經沒有以前 當初你還沒做這個生意之前 那麼放得開很多東西 那我沒辦法了 現在始終做了一個牌子 也有幾年時間 黃依文說最近和朋友投資 開Play Group服務家長和小朋友 雖然只是小股東 不過做得這門生意 他也應該挺喜歡小朋友 那有計劃 跟陳國坤何時生長過 應該是身邊的家人 他都會經常出生 即是會開始叫我養生 即是開始叫我補身 對,調理好身體 調理好,即是不是要馬上生 但調理好,裡面的房子 到時有個嬰兒在這裡 你也會… 住得舒服一點 也會聽話去喝點東西 聽到孕婦朋友說 產後修身得快不快 成效高不高呢 看看產前有沒有很調理的身體 既然黃依文 都已經有這個生育的計劃 就不急於一時的 我們靜待佳音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就有現在Focus 嘉賓就有Juju、陳玉雲 還有我們Danny、陳炳全 講一下她的新戲 Throughout the next chapter conte restaur級 和 adventures 二次 zed明 sü 她跟婦